大家好,我是Edith,歡迎回到Live Journaling 我之前也說過我寫手帳的原因是因為有一次撿東西的時候發現 看回自己以前寫的東西覺得很特別 因為看到當時的自己和現在的自己有什麼不同 所以到2018年的第一條影片,我就想和大家一起看看我上一年寫過的手帳 看看有沒有什麼發現 其實我這本手帳都是由4月開始寫的 到大概11月左右已經寫得很少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會有什麼在裡面,我們一起去發現吧 最近才有人說過我是一個不喜歡擦包裝紙的人 我自己也覺得是的 所以你看看這本手帳連這個封住的位置我都沒有擦開 因為我怕它會弄花裡面 第一篇就是這篇,4月22日 它的標題就是 What if你的計劃被打亂 原本我打算星期五回家錄音的 因為我拍了一些影片,有時候要錄一些聲音 這一天就是一個星期內唯一一天在家裡沒有人的 那就可以錄音了 誰知道那一天就發現回到家裡的時候 全家人都在那裡 他看見我還畫了一個很噁心的女生在那裡 那時候應該真的很不開心 那當時的想法就是 很想他們可以不在家 很想可以錄音 而當時的感受就是 錯愕、生氣、不知所措、擔心和煩躁 我還畫了這樣的表情 然後這裡就寫了 那其實我的設計人是什麼呢? 就是我渴望是怎樣呢? 是想多點訂閱者 這裡就寫 那我記得那時候是剛剛開始拍片 可能真的只有幾個訂閱者 想有多點訂閱者 我現在看回這個 不是說得中我當時的渴望 我想我的真正渴望是 很想跟觀眾可以聊天 可以多點交流 去真實地認識你們每一個 但是呢 多點訂閱者 可以是其中一個步驟來的 不過呢 寫手像也沒有說是對還是錯的 所以可能那時候寫得是這樣想的 但是呢 到我今天看回呢 我已經知道 我那時候其實 最真正渴望的是什麼 那 這個就是手像的特別之處 然後呢 去到六月了 六月呢 有第一個我自己設計的日褲 那時候還是用白色的A4指印的 現在那些已經不是用白色的A4指印了 所以我也是用苗圖指印的 然後呢 這個呢 這兩板呢 就是剛剛開始用MT去裝飾我的手像 而這一篇呢 它是 6月7號 它就說 又到了沉悶又困身的星期三 恆常和瑣碎的工作 佔據了一整天 而中午的時候呢 某人的說話語氣不太好 心裡就令我覺得有點戚戚熱 但是反思過後呢 就想 可能呢 那個人都受了氣 所以呢 就算了 其實呢 人家包括我自己呢 都會常常將在別處 受回來的氣 發洩在我們身邊的人身上 那我覺得這一篇呢 雖然很短 但是呢 它說的話很重點 就是有時候 我們呢 會因為其他人說了一些很小的東西 而 心裡邊經常都已經很不開心的 但是 當你想起 可能它都已經 在不同的地方 有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而 令它說了一句說話 可能它也不是有心的 那你就會知道 嗯 我都不想再把這種負能量 再發洩在我身邊的人身上 所以 我想 這個 的 訊息呢 或者這個 經歷呢 我都會好好記住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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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6月18日這一篇 6月18日 星期日 今天呢 收到一個好壞好壞的消息 心情很差 很難受 不過 中午 和了一個很久沒見的前輩吃飯 分擔了很多心裡的難受 但到現在呢 其實我已經不記得那一天呢 收到一個什麼消息 有多難受 以及發生了什麼事 甚至呢 我連那個前輩呢 是哪一個呢 我都不記得了 有什麼消息 6月18日 真的想不起 那不要緊啦 我想 有時候寫手帳就是這樣 你寫下了那一刻的感受 以及你的想法 但是呢 你就不記得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我想 下年呢 我寫手帳的時候 真的要寫仔細一點 至少連那件事是什麼 都要寫下來 接著呢 去到7月呢 就有我第一次去日本的 一個行程表 那其實呢 為什麼會只有一個行程表呢 是因為呢 其實我原本呢 是想寫一個 很完整的旅行手帳出來的 但是呢 我就發覺呢 當我寫下了 去了哪裡 做了什麼 有什麼感受 但是回到香港之後呢 就發覺 完全沒有動力 去把它寫出來 還有 發覺 不知道怎麼組織 整件事 那之後呢 我 11月呢 都跟了家人 再去多一次日本 那次我真的可以寫到一個 旅行手帳了 雖然就不是 很詳細 但是呢 我自己都覺得很開心 那如果你想看回旅行手帳的 就可以看回 那條影片 然後呢 然後呢 去到七月呢 應該是開始慢慢掌握到 究竟 畫畫呢 可以怎樣畫 那所以呢 就可以在 手帳裡面 多了一些插圖 例如呢 那一天呢 就去了 一個夾公仔機的店 在日本回來之後 就 愛上了夾公仔 於是在香港呢 都忍不住要去啦 就畫了一個夾公仔機 最後 我們成功夾到一個 狗仔的公仔 你看到呢 之後呢 都開始有些 食物的插圖 在這裡 我最滿意的是這張 這個是有 啤酒 有韓式的 紫菜卷 還有 有炸雞的 然後去到九月份呢 就開始有這些 這樣的 很淺色 因為我用圓筆寫 其實當時 就因為發覺自己 寫手帳的頻率 越來越慢 有時經常要補回 覺得都不太記得 於是呢 就 寫了這些 就 抹下自己發生了什麼事的 小的 小的 項目 就用了月曆形式 但我後來發覺 其實真的看回 都不知道自己那天做了什麼 然後去到十二月呢 手帳呢 又變回 只有字 又沒有了MT 沒有了貼日褲 這裡又寫 今晚又錄了VO 又加了字幕 還做了intro 實在太開心了 在今年呢 我竟然可以做到另一個intro 那我希望出這條影片的時候 已經是新的intro 那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你覺得哪個intro好一點 那我想呢 看手帳的部分呢 就差不多了 那在2017年呢 我的確不是寫了很多版 但我也很享受這個時間 可以呢 去 這樣去看自己寫過的東西 就算呢 裡面寫的東西很少 很簡略 也都是 不是有什麼大事 但看的時候呢 都覺得很 驚喜 那如果你都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告訴我 你在我看這個留言的時候 你有什麼發言 還有你會不會這樣去花時間 去看你上一年寫的手帳 甚至是你再之前寫的手帳 那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我 還有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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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